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合作三年代言曝光未续约 品牌发文著肖战星图闪耀,前程似锦 近日,就在大家关注肖战作品和新代言的时候 网上曝光有一家和肖战合作三年的代言品牌 并没有继续续约,而是到期不续 换句话来说就是合作到期了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陆陆续续也有不少品牌和肖战都选择到期不续 这很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约到期的时候 品牌官方发文祝福肖战星图闪耀,前程似锦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态度,好聚好散,还是好朋友 据悉,肖战合作三年的代言品牌小石头曝光和肖战 并没有续约,合约到期后不续 这就意味着肖战不再是该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品牌方发文祝福肖战星图闪耀,前程似锦 这是品牌方美好的祝福 没有续约也是正常现象 对于肖战来说,丝毫不用掩饰,已经有一些品牌都选择到期不续 这又如何? 完全不影响肖战的发展状态,新代言接连不断官宣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好聚好散,还是好朋友 只是不能以肖战的名义来支持了,大家都在祝福品牌方越来越好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也是负责任的正能量偶像 无论是影响力,人格魅力,号召力等都非常厉害 尽管有一些品牌到期不续,但是总代言数还是让很多顶流望沉默及 总之祝福肖战,期待肖战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特别是《藏海传》和《射雕英雄传》两部新作品 一直都在期待中 作为小飞侠,时刻牢记专注自家,谨言顺行,一切都要跟着官方走 肖战顺顺利利,再创辉煌 肖战德贤紧致发招聘替身公告 曝光6月中旬开机,肖战将禁足 近日,网上报道肖战所谓的新电影 德贤紧致发布了招聘替身的公告 还爆料这部电影会在6月中旬开机 这一次针对的是灯光替身,对身高,体重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德贤紧致 从一开始都在爆料肖战要主演 透露肖战要无缝衔接近组拍戏 至于合作搭档,换了一波又一波 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官宣 据悉,随着肖战新剧《藏海传》的拍摄工作进入了尾声 越来越临近杀青 网上报道肖战要无缝衔接继续进组拍戏 新作品的名字是德贤紧致,6月中旬就要开机 还爆料剧组已经开始招聘替身演员 公告都发了,可是并没有在官网上 对于肖战来说,可以预料到肖战拍完《藏海传》后会继续拍戏 只是网上关于肖战的瓜实在是太多了 还是要老老实实跟着官方走,非官宣布约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也是这样的态度 不知不觉中,网上已经爆料了太多关于肖战新戏的内容 合作导演络绎不绝,包括王家卫、徐克等 其中必然有假消息 毕竟肖战怎么可能签约这么多作品 肯定要慢慢来 作为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顶流实力派演员 肖战注定是香波波 各大电影公司都想和肖战合作 总之祝福肖战,安静等待肖战揭晓就可以了 新剧就要杀青了,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与此同时,更希望肖战主演的作品 可以早一点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不见不散 肖战顺顺利利,一切都好 肖战电影赛道太畅通 知情人曝光肖战已签约三部,事业太红祸 近日,网上出现了非常多关于肖战的瓜 特别是在肖战新剧《藏海传就要杀青》的阶段 各种各样的瓜络绎不绝 其中就包括知情人曝光肖战已经全面唱通电影赛道 已经签约了三部新电影 包括热度非常高的德显景志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所谓的三部新电影都没有官宣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肖战怎么可能一口气签约三部 很明显不可信 据悉,随着肖战新剧《藏海传》的拍摄工作进入了尾声 网上涌现了太多关于肖战的瓜 甚至有知情人曝光肖战签约了三部新电影 分别是《德显景志心望角卡门》和《小李飞刀之无情剑》 电影赛道全面唱通 根据网上爆料的内容 无一例外都是大制作 合作导演是王家卫和徐克 其实就个人看来 肖战演绎事业红红火火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肖战拍完《藏海传》后继续进组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只是不可能签约三部,这也不是肖战的作风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专注于眼前 肖战目前还在剧组拍戏,先等待肖战新剧《杀青》 随后进什么剧组,拍什么戏就会一目了然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还是负责任的正能量偶像 无论是拍戏展现出来的态度还是身上的优秀品质 都值得让人期待 总之祝福肖战,相信肖战的演绎事业会继续红红火火 也相信接下来的肖战可以再创辉煌 带来非常多经典之作 作为小飞侠,大家专注自家,谨言慎行即可 肖战非常优秀,未来可期 知情人曝光选角肖战幕后故事 和角色适配度高,肖战品质高尚 近日,在网上看到了一位知情人对肖战的评价 针对的是梦中的那片海选角肖战的问题 知情人曝光了选角肖战的幕后故事 盛赞肖战和角色的适配度非常高 完全就是不二人选 值得一提的是,知情人透露一开始并不确定肖战能否出演 但是肖战看完剧本后表达了强烈的喜欢 也发现肖战身上和肖春生有太多的相同点 坚持原则和底线,品质高尚,非常优秀 据悉,随着肖战捷报频传 接连不断创造经典爆款梦中的那片海制片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曝光了这部戏 选角肖战的幕后故事 第一要素就是看到了肖战和角色的适配度 实在是太多了 其次是肖战品格高尚 和角色身上有共同的地方 坚守原则 坚持底线再加上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选择肖战就是不二人选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很合理 事实证明选择肖战没有错 梦中的那片海成为了人尽皆知的爆款 也拿到了非常多荣誉大奖 甚至频频登上央视的舞台 官方将雷佳音、胡歌等这样的口碑演员 和肖战放在一起 评价肖战从顶流走向了主流 认可度非常高 如今的肖战 尽管取得了非常多傲人的好成绩 然而肖战不改初心 从来都没有骄傲自满 一直都在剧组拍戏 值得点赞 总之恭喜肖战 也感谢制片人 导演对肖战的高度认可 还是那句话 肖战值得信任 希望肖战坚定脚步 不忘初心 在接下来的演绎道路上 再创佳季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不见不散 肖战顺顺利利 再接再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